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加入我们球队吗 那我哥呢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高中篮球假期联赛 总冠军战的现场直播 哥 我想好好打球 你加入我们球队吗 还记得高中的你 是否曾经在场外喊刀沙哑 或是在场上拼到生死力竭 2019年最热血的电影《下半场》 是台湾第一部 以HBL高中篮球联赛为背景的电影 要让你找回高中看篮球时 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 第一版的全球队友街道 在来底下成功的白街 与高中参线停机决赛 高中中学体力在为机前逆转 成为副以威血运高中 三连八的挑战者 这场兄弟对决 究竟写会是你最后一战 哥 你还记得我们刷牙齐打联赛吗 我很喜欢现在他 一直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不希望你表演 我希望你找到那个状态 我不要只去演一个东西给我 当你真的在那个氛围跟那个状态 而你自然流露的东西是 就算它很简单 它很轻 你看到说好皮酸喔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片里面 它好像更应该是用这种逻辑去撼动观众 也化身为动作指导 为电影设计出多达47套战术 我觉得他们一路能够熬过来非常不容易 对于演员这个工作我是重新提论 我觉得当演员可能比当球员还要辛苦 打篮球当然得跑来跑去 就哭了摄影师 镜头要确实跟到焦距 收音也是史上最艰困 因为球员们的汗水挥洒 让麦克风像泡了海水一样 不止如此 为了要营造气势 决赛这一万五千人的场馆 当然要填满 靠的全是特效 后面那些空荡荡的座位 特效团队找来好几位素人 完成这项任务 站在仪器上扫描出身形 还带上动作捕捉器 演出在球场里加油喝彩的模样 让电脑记录下来 就能复制再复制 打造出万名观众 让比赛一下子就热血了起来 为了要逼真 特效镜头由125个增加到将近500个 预算超过千万 这也是台湾电影视觉和音效 以及运进的新里程碑 电影中每个场景 演员们也都是真枪实在上阵 还记得17岁的自己吗 这样的热血青春 下半场背着观众们 相信自己 Go 一块儿体验